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之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三百四十集 鱼醉的脑海里 闪过居住地的景致 有些地方豁然开朗 那你说 接下来应该怎么找的 这个留恋的地方 归处的地方 可是个宽泛的词 马丘林问的 似乎故意难为鱼醉一证 鱼醉停步了 就在楼梯的拐角 几位同学听出了点味道 也都停下来了 他们现在明白 面前这位盗窃案专家 不是徒有虚名了 鱼醉突然眼睛一亮 女人 一个模范丈夫 一个自律而专情的男人 恰恰是通过重婚 被咱们发现 这太不合情理了 症结所在 应该就是答案所在 董韶君长息一口气 好像听懂了 不过答案卡住了 他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马丘林笑了笑 继续走着 边走边来了一句 欣慰的叹息 可能是正确的 也可能是不正确的 前妻重婚妻子 还有已经去世的旧情人 恐怕还要有啊 就这么忙的了 马丘林微笑而去 鱼醉追着请教上 董韶君也来劲了 围着马老问东问西 后面几位不学无数的 就傻眼了 你瞪着我 我瞪着你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行人回到了下榻的宾馆 又过了两天 根据反查到的李宏观 以假身份出入车站 和机场的信息指向 这一行人重新踏上了 慢慢的寻人之路 二月二十八日 铁拳行动发起第十二天 清晨 在琵琶作响的敲门声里 贺明贵睁开了眼睛 看了看时间 已经过七点了 这个时候 能这样敲别墅铁门的 除了那几位生意上的朋友 怕是没人了 他信步到窗前 掀开帘子时 正看到了刘赏等一行三人 明贵 我弟弟的事怎么样了 贺明贵劈起衣服时 听到了妻子迷糊地说着 这数日失眠良多 主要还是这件心事放不下 快有眉目了 放心吧 刘赏他们来了 我下去的 贺明贵坐到了床边 抚过发漆的乱发 他要走时 胳膊被一双软软的手挽住了 妻子轻声道 要真不行 就别强求了 别太为难自己 咱们跌跌撞撞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有了今天 我真怕 又像以前那样朝不保夕的 看你说的 那么难都挺过来了 这么简单 反而担心了 贺明贵笑了笑 俯着妻子的手轻轻吻着 销售松弛的手 让他暗自接探 不知不觉就过了这么多年 套上了鞋子 轻轻给妻子盖上被子 对于生意上的事 老婆从来都是提个建议 不参与 外界很奇怪 这位身家千万的贺老板 从无绯闻传出 而知晓内情的却知道 贺明贵的名 以及贵 一半要细于这位贤内助 信部下楼 保姆已经把众人领过来 这几日 议程整个牛头燕餐饮行业 风声鹤唳 日子都不好过 看样子今天有转机了 刘赏快步迎上来 乐滋滋地把报纸递给贺明贵 贺明贵边看边坐下来 慢慢地洗上眉梢了 是办案还是作案 一位职业经理人至今下落不明 大幅的标题 在醒目的第二版 配上了数幅照片 当天贺府牛头燕事发 监控已经被公安局封存 但110接警处理以后 经理秦海军随即被带走 这件事情即便合理也不合法 何况到现在 家属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这些事实 加上家属寻访的渲染 加上牛头燕倒闭的烘托 再加上地方公安的推诿 能让人联想到的事情太多了 就这些 还有我没买权 主要在省城 报道转载的十几家 网上乱七八糟的就更多了 我有我有 看贺叔 徐胖子翻着手机 贺明贵接过徐胖子的手机 草草一看 议程地方牛头燕产业遭受重创 一半屠宰场被各种理由封停 是销赃还是巧取豪夺 议程首例明告官案例 牛头燕业主家属 状告公安局等等之类的大标题 满满一评 他把手机递回去 身靠在沙发上笑 高晓成持怀疑态度 贺总 你说 这能管用吗 怎么不管用 我都好几天没见着上门找麻烦了 应该管点用 省里调查的有几天没出门了 三个人商议着 这个事到现在几乎到临界点了 近一点点就是商户全军覆没 退一点点就是调查组拍拍屁股走人 在这个时候 攻守同盟相当重要 当然肯定是有地方上的默许 否则商户哪敢和政府叫板呢 事实上 这个策划本身就是贺老板通过官面上的朋友办 要掩盖的自然是这个产业不光彩的一幕 商议的时候 他们都看着贺明贵 这位并非牛头燕产业出身 却后来居上成为了整个产业的领军人物 比如哄台十架 比如压低收购 比如抢夺货源 数次商战以后 麾下已经聚集了一城牛头燕行业 大部分有头有脸的人物 贺明贵若有所思地说道 快了 现在是比耐心的时候 谁能熬得住 谁就能笑到最后 肯定是这样 可熬得住吗 重商户最担心的 就是那些警察阴魂不散 和你核对很久以前的收购事宜 一个不慎 收购就成销赃了 偏偏这事儿 谁的屁股也不干净 生怕被警察叮嘱 贺明贵看着三个人 出声问他 你们担心什么 不会出啥意外吧 万一警察动真格的 兄弟们可吃不消啊 学得胖脸上的肥肉抖着 有点恐惧 要是人赃俱祸 那没说的 可你们想想 现在很多贼都是事后被抓 顶多也就是单方面的人证 说卖给谁是谁了 单凭这一点 在法律上是不能定罪的 当然了 除非你们愿意承认 徐胖子 怎么 你想进去蹲几年 贺明贵笑着问 徐胖子吓得赶紧摇头 众人笑时 刘赏小心翼翼地问道 老贺 海军和向阳 还被他们拘着 这事儿 秦海军知道点内幕不假 可他连这事儿都没参与过 拘着吧 不抄齐鸡呀 都没借口找事儿呢 唉 我这个小舅子嘛 贺明贵很头疼地想了想 然后带着几分决然说道 他要是出不来 就让他蹲几年吧 也好历练历练 省得一天到晚有手好险 什么正事也办不成 我现在强调一点啊 谁要真吃不消了 就夺远点 风头过来再回来也行 这个关键时候 尽量避免和省里来的警察接触 言多必失 徐大胖 特别是你这张大嘴巴 知道 反正只要不是强行抓人 我他妈就不理他 我保证他们不会 现在啊 估计上面得想想 怎么消除负面影响了吧 贺明贵得意地笑了 安排着保姆端上来早餐 一行人边吃边说 看着表情 形势是越来越好了 形势就是此消彼长 一边越来越好 另一边就越来越差了 没到中午 赵昂川又见到了回返的两辆车 还是郑忠亮带着 一问不出意外 还是没找着人 气得他有揪住谁 痛殴一顿的冲动 他看郑忠亮要走 招手道 忠亮 你过来 赵哥 您说 郑忠亮屁颠屁颠奔 奔上来了 我说你小子 是不是故意的 什么故意的 郑忠亮心里咯噔一下 生怕被看出来了 找商户 你能找错门 查销赃你找不着人 欺负我们省队来的 人生地不熟是不是 赵昂川赤道 郑忠亮一拍巴掌 苦不堪言地说道 赵哥 你话不能这么讲啊 客客气气上门 问人家买没买贼赃 谁敢承认呢 再说 人家一年收购多少头牛呢 就是贼赃 也未必就记得清吧 你 你等着 赵昂川威胁了一句 气得叫上省队来的人 掉头就走 郑忠亮颠颠上了车 一溜烟赶紧跑 回到了计真大楼的临时办公室 一组人气羞羞地往那一坐 扔记录本的 摔手机的 个个情绪急缠 本来案情已经见趋明了 但恰恰在最简单的一环上卡住 各地抓捕的盗窃案 涉案人员不少 交代案情的越来越多 但销赃一环成了难点 以往的情况 警笛一鸣直接抓人就行 可不料这回省领导组 对于谨慎办案强调的很重 三天两头电话会议 最后甚至把大部分询问和排查的流程 都交到了地方公安局的手里 这明摆着就是地方保护啊 交到地方能有结果吗 肯定是不了了之啊 这男人真闹处 我们车刚到店门口 一喷脏水就泼出来了 不错了 我们只要到一家 马上就来十几号亲戚准备群殴 那架势 别说问案情人 人家不骂咱们一通就不错了 现在节骨眼上 省里怕出事 咱没有成了标吧 优着点 多人小说剧《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